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谈好的事儿 结果朗普总统提前半个小时 自己开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 结果给这个FAA闹得很被动 得总统讲话之后 才匆匆忙忙的把官方文件给搬了出来 为什么朗普总统要抢这个功呢 确实有邀功之嫌 说你们看到了吧 我一声令下 美国境内这个波音737型 这个飞机也不能飞了 这一方面这也是做给美国老百姓看 说大家看到了吧 我作为美国总统 我也是很看重大家的生命安全的 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指出 特朗普是特别不待见FAA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从FAA官方网站上找到的 人家的主要领导人的这个介绍 大家看到了吧 局长 副局长 乃至于参谋长或者叫幕僚长 这三个主要领导啊 全都是代理状态 也就是说 这么重要的一个部门 到今天为止 三大主要领导人 没有一个是正式员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概快两年之前啊 FAA的局长到点了 要换新人了 这个位置很重要啊 历来必须由美国总统提出提名 然后由美国参议院通过才行 所以啊 特朗普一看哎哟这个位置不错 我得提名一个好人 他提名谁了呢 当年特朗普准备提名的是约翰邓金 这个人从来没有在美国政府部门中担任过任何职务 那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人是一个资深的飞机驾驶员 关键是他还不是民航客机哦 是私人客机 您没猜错 邓金就是特朗普专机的驾驶员 而且据有资料讲啊 从1989年开始 长达将近30年的时间 邓金就是为特朗普服务的 也就是说 两年之前 朗普总统想用他的私人飞行员 来当这个美国FAA民航管理局的局长 这个事一传出来 当然很多议员是不愿意的 你虽然贵为总统 理论上讲你提名谁都行 可问题是你总得提名一个差不多的人才行啊 FAA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啊 每年的预算高达165亿美元 全美国的雇员将近5万人 掌控着美国的民航安全啊 这可不是儿戏啊 咱们中国古代啊 有个俗语 叫宰相门前欺品官 就是说 给宰相看大门的 都是一个正处级的欺品老爷 可问题是 你特朗普说话这有点太过了吧 你把你的私人飞行员 直接抬高到这个相当于正部级的高官啊 所以啊 这项任命当年没有通过 没通过就没通过 朗普总统说 你不是不让我的人过吗 干脆 你不让我的人过 那我就不提名 就让这个位子一直悬着 让这个副局长代理好咯 反正啊 特朗普对这个FAA 没有什么好感 为什么 早在特朗普没当总统的时候啊 特朗普本人就起诉过这个FAA 说你这FAA啊 你擅自改变航线 你把这个航线在我这个海湖庄园上空通过 所以啊 要求FAA赔偿他一亿美元 本来特朗普想 你看我都当了总统了 我可得安排个自己人到这个重要岗位吧 结果人家不让 好 你不让我安插自己人 那我就干脆啊 什么人都不拍 让你这个组织啊 一片混乱 这次波音飞机出事啊 美国FAA反应极其慢 做停飞的决定过于慎重 以至于让很多业内人士和各国老百姓都骂 太不把人命当回事了 这恐怕呀 多少也跟这个机构的所有主脑都是代理的有关了 鬼魂的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